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你读懂 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一期 经济学人的序论板块 有一篇谈的是埃及的经济 我想正在台湾的我们 对于中东或者非洲的埃及 其实是非常不熟悉的 那尤其埃及虽然说它是古国 甚至我们知道金字塔 不过其实很多人对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太了解 那这一次经济学人用了序论最后一篇第14页 还有中东跟非洲板块的第一篇第42页 两篇文章带我们去了解埃及的现况 那这篇文章的标题写的就非常直白 叫尼罗河的债务 代表其实埃及的经济表现是非常糟糕的 那事实上埃及的货币叫埃及棒 其实是过去一年全世界表现最差的一个货币 在过去一年它已经贬值超过50% 1月5号甚至第三次巨幅的贬值 那事实上现在埃及每年的GDP收入里面 有一半以上要偿还债务 而它的债务又占到它的GDP90% 更可怕的是 2022年埃及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1%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原因很简单 埃及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 而它小麦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所以去年的俄乌战争让整个粮食的价格飙涨得非常的凶 更糟糕的是因为疫情的肆虐 所以它的观光收入也纵减 所以造成整个埃及的压力就非常的大 那当经济权在文章里面还特别提醒我们 更重要的是埃及本身的政治体制也有问题 因为现阶段几乎在埃及所有的商业世界都有军队或军方所把持 而政治政权也是有军方所把持 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六年 埃及已经下NMF敲门四次要求纾困 所以经济权在文章的最后特别呼吁MF 应该去想办法执行2016年 当他纾困120亿美元的时候 要求埃及的政治改革 也就是说怎么让军队能够慢慢放手 甚至推动所谓的一些经济跟政治体制 甚至商业世界的改革 总而言之 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所有的人都在猜测2023年的经济会怎么走 可是第三世界其实是很多人忽略 从去年的斯里兰卡 到所谓的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委员 到这一次我们提到的埃及都在提醒我们 当我们把眼光放在所谓的亚太地区 或者是西方阵营的时候 有可能一些中东非洲 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 在2023年会带给我们一些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一些大窟窿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最新一期经济学人 序论板块 埃及经济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